据媒体报道,4月13号晚,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创现实主义题材话剧《古文昌》在南宁剧场上演,正式拉开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现场竞演的大幕。 从4月13号至23号,来自全国的17名优秀戏剧演员,将在绿城这块肥沃的艺术土壤上,为观众上演17出竞逐梅花的好戏。 据了解,本届梅花奖将差额评出15名获奖演员,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继第23届曹玉剧本奖颁奖晚会,将于4月26号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举行。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